县领导煤气残渣安全事件 事件发生后 县委书记朱汉东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指挥做好事件处置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月26日下午4点左右 县城一张路红绿灯附近市民报警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煤气味 怀疑是煤气泄漏 事发后 县领导朱汉东、蓝鑫、房春明、刘彩峰 高度重视 立即赶赴事件现场 指挥县委办、公安、消防、住建 城市综合管理局、胡辽镇 大部中南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等部门相关人员 做好气缘查找、群众安全等相关工作 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 记者接报赶到现场时 四周已拉起警界线 排查人员正在现场查找煤气来源 寻着煤气位的方向 他们发现腾龙大厦后面的一栋居民楼煤气味道最浓 但是短时间却无法确定是哪里发生煤气泄漏 出于安全考虑 供电部门切断电源 排查人员疏散附近居民 并挨家挨户查找煤气来源 消防人员则对楼下煤气味道较浓的下水道进行冲水稀释空气中煤气浓度 从下午开始的住户排查工作到晚上六点四十分结束时 仍没有发现煤气泄漏源头 这浓烈的煤气味道到底是哪里飘出来的呢 排查人员不敢松懈 继续对住户楼下的杂间进行逐一排查 发现其中一杂间租户涉嫌非法销售瓶装液化器 里面竟然存放着八十只煤气瓶 其中十一只瓶充满液化器 六十九只空瓶 初步怀疑浓烈煤气味 私自将液化器残渣 倒进杂间门口的下水道造成的 执法人员立即将这些煤气瓶进行查封 随后 消防人员对下水道进行了彻底冲洗处理 一直到晚上八点三十分 气体不足以危及居民安全后 才解除了警戒 目前事件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朱汉东要求 岁末年初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机 容易引起事故多发 各级各部门要牢牢把握当前安全生产的特点 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忧患意识 超前研判各种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 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 坚决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思想 以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 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 严防事故发生 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 认真梳理和查找安全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采取有力措施 加大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督查检查力度 督促有关责任主体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手段及措施 堵塞漏洞 严防事故发生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公安消防部门提醒 液化石油器及大家俗称的煤气 是毅燃易爆物品 市民日常生活中要重视加强住宅内煤气设备的排查 届时消除安全隐患 安全使用煤气 同时由于煤气罐的沉渣 是由易燃气体凝固而成 侵倒后会散发大量对人体有害的有毒气体 如果气体浓度过大 在较小的空间内浴火后 亦发生燃爆 建议居民不要随意侵倒煤气罐内残渣 要到专业煤气站清理 以免危及自己和公众的安全 市民如发现涉及燃气方面的安全隐患